小朋友们想要拜访外星人威力 他们要从不同的地方前往太空站 该选择哪一条路线 搭乘哪一种交通工具才能最快到达呢 请你帮他们一起前进太空站吧 使用之前你可以教小朋友应用这个透明的拉条 往上拉就可以将卡片轻松的拿起来咯 在使用游戏底板的时候 请老师务必特别的注意 游戏底板的使用方法 是先从左右两侧打开 再从上下的方向打开 说回来的时候也一样咯 也是请你先从横的方向把它收起来 再从左右的方向把它收起来 四位小朋友选好旗子之后 从一号车站出发 一位小朋友轮流纸骰子 依据骰子上面点数 沿着红色的路线往太空站的方向前进 先抵达太空站的小朋友就获胜咯 遇到红色绿色蓝色的转运站 还有蓝色长方形的翻卡站都是当作一步来计算 出发之前 小朋友轮流纸骰子 依据骰子上面的点数 跟着不同号码的车站前进 如果是一点 那小朋友就从一号车站出发 轮流纸骰子 小朋友可以选择他喜欢的路线 依据骰子上的点数 往太空站的方向前进 最先抵达终点的人就获胜了 我们要先准备蓝色的卡片 背后是车站1到6号的图案 洗牌之后放在一旁 备用 到骰子的颜色 从不同颜色的转运站上出发 轮流纸骰子之后 如果经过了翻卡站 就必须翻一张车站卡 翻开的车站卡上 有写着车站的号码 这时候这位小朋友 就必须要经过这个号码的车站 才能够继续往太空站前进 选好骑子之后 在各个颜色的转运站上就定位 准备蓝色的车票卡 车票卡总共有四种图案 红色的是公车 灰色的是铁路 蓝色的是海运 以及黄色的万用卡 接下来我们要将这四种卡片 平均分给所有的小朋友 直骰子决定前进的步数 每经过一种交通工具 就要支付一张交通工具的车票卡 蓝色的小朋友所经过的有 公车 海运 以及铁路 那小朋友就要交出 公车车票一张 海运车票一张 以及铁路的车票一张 路途中一样的交通工具 只要交出一次卡片就可以咯 第五种玩法 我们加入所有的车站卡 除了1到6号的车站卡以外 还加入三张特殊功能的车站卡哦 在平均发完车票卡之后 小朋友一样轮流支骰子 当你走到了翻卡站的时候 就要抽一张车站卡 如果你抽到的是这张通用卡 那你就可以把它留下来 它的功能就跟这一张黄色的万用卡相同 如果你抽中的是直升机 那恭喜你是最幸运的玩家 直升机直接送你到太空站 这一回合就是你获胜咯 如果你抽中的是施工标志 很抱歉 这一回合你就要留在原地 让其他人先开始 直到下一个回合你才能够前进 修 李宗盛 许크店 作词 李宗盛 是岁矢 asked 很悟keys 曲 李宗盛 许krä吒 府 霖 亚